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冬决结束了 塞尔蒂克以四场横扫的姿态胜出 这个结果不算意外 但比赛的进程仍然打出了一些悬念 在四场比赛中 塞尔蒂克与溜玛有三场打到了最后时刻 只有第二场算是轻松取胜 你说溜玛有多强吧 他们在冬决一场没赢 骑士和热火好歹赢了塞尔蒂克一场 虽然与骑士和热火相比 他们在面对塞尔蒂克时表现出了更多的竞争力 你说溜玛有多弱吧 他们在0比2落后 并且核心球员哈利伯顿缺席第三第四场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展现出了顽强的印尼安娜篮球 第三和第四场比赛最终都只输三分 都把塞尔蒂克逼到了惊险时刻 然而溜玛常常在关键时刻执行力限加 这也是他们这场比赛 包括系列赛失利的主要原因 第一场比赛中哈利伯顿和西亚卡姆的失误也是致命的 甚至在第三和第四场比赛 他们也是输在了一些莫名其妙且毫无必要的失误上 这次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的表现犹如小学生对标 塞尔蒂克四个回合里三次投篮打铁 一次失误 溜玛也不遑多让 三个回合两次失误一次被盖帽 比分在102平时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谁先突破102分 谁就能拿下胜利 然而溜玛有三次机会 但都被自己葬送了 塞尔蒂克呢 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塔图姆空位三分打铁 布朗尽在咫尺的上篮不进 最终还是得靠怀特在底角命中了一记 给东爵定论的三分球 即便如此 溜玛仍然有机会追平 但他们投丢了绝平三分 并丢掉了致命的后场篮板 最终为这个赛季画上了句号 这场比赛双方交替领先接近20次 是四场比赛中战况最为激烈的一场 但比赛的无趣之处在于 你知道溜玛会在关键时刻必然顶不住 也知道塞尔蒂克一定会翻盘 双方在关键球的把握程度上差距太大了 常规时间段 溜玛打得非常出色 他们抓住错位的能力很强 一些快攻打得塞尔蒂克错不及防 内姆布哈德连续两场比赛爆发 麦康奈尔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得到高分 但只要到了最后五分钟 溜玛就像变了一支球队 这三最后两分半没有运动战进球 今天这次最后三分33秒更是一分未得 说到底还是因为球星的橙色不足 至于哈利伯顿在场是否能有所改善也难说 毕竟第一场比赛是溜玛最好的机会 却被哈利伯顿失误送出去了 塞尔蒂克的容错力实在太高了 第三场比赛中 霍勒迪关键的2加1和抢断 第四场怀特的三分 以及霍勒迪的前掌篮板 这些关键时刻的表现都来自于 显然不是塞尔蒂克前二号的球员 塔多姆在莫杰三分五投一中 霍福德甚至打满了整个莫杰一次出手都没有 但塞尔蒂克有杰伦布朗莫杰的稳定表现 有怀特的大心脏三分 有霍勒迪出色的防守和篮板 这些都使得塞尔蒂克能够赢下对手 说句难听的 六马线阶段根本不是分区决赛水准的球队 虽然他们一路跌跌撞撞杀进冬角 这本身是他们的本事 也是事实 四场比赛看起来他们确实非常想延续冬角悬念 但第一场比赛被送掉之后 他们已经心有余儿力不足 塞尔蒂克比西部冠军更早一步进入了总决赛 三轮系列赛中只输了两场比赛 甚至这两场失利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尽管波尔金奇斯缺席了半决赛和东部决赛 但这依然不妨碍 缺少波神的塞尔蒂克依旧是东部顶尖的球队 东部决赛的四场比赛中 杰伦布朗场军贡献29.8分 五个篮板和两次奖断 塔图姆场军则有30.3分 10.3个篮板和6.3次助攻 最终的投票结果中 布朗以5比4险胜塔图姆 获得东角MVP 如果塔图姆今天末节赛多进一个三分 这个奖效或许就是他的了 然而杰伦布朗拿到这个奖杯 确实绝对是实至名归 四场比赛中他没有任何一场表现失常 G1命中绝评三分 G2砍下40分 五个篮板和两次助攻 考虑到塔图姆有两场表现让人失望 布朗确实配得上东角MVP 对杰伦布朗而言 这个东角MVP奖杯是他完美的救赎 去年此时他刚刚打出了两轮卓越的季后赛表现 但在对阵迷阿密热火的东部决赛中表现不佳 第七场比赛塔图姆受伤 布朗扛起重任 但他23投8中并出现了8次失误 最终塞尔迪克输掉了比赛 今天布朗不仅仅是得到了29分 在第二场比赛中他已经砍下过40分了 更重要的是在最后一分钟他预判到位的封盖 以及分球助攻怀特命中致命三分 从去年的灾难性第七场比赛到 本季末能够入选年度阵容 再到现在的东角MVP 布朗在关键时刻靠防守和传球而非得分 帮助球队赢得了比赛 他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场上还体现在场下 杰伦现在经常是塞尔迪克场上的领袖和指挥者 就像当年马斯双塔性格都很安静时 场上喊话的人是小将军埃佛里约翰逊一样 如今塞尔迪克场上喊的最大声的就是杰伦和霍了底 最后让我们来吹一下这支绿军的缔造者 塞尔迪克总裁布拉德·史蒂文斯 从儒雅少帅转型成为总裁 再到拿下年度最佳高管 布拉德·史蒂文斯用了三年时间 在这三年里塞尔迪克两次进入总结赛 史蒂文斯刚上任时面临诸多难题 饱受吸伤困扰的坎巴沃克 还剩下两年7300万美元的合同 如何处理 马库斯·斯马特的合约还剩下一年怎么办 福尼耶合约到期是否新约 球队有几个年轻球员 但交易价值不高如何补强 主帅位置虚空聘请谁 史蒂文斯一步步解开了这些死结 他的第一步运作是动用手轮签 处理掉沃克的合约 换回老将埃尔霍夫德 这一步包括后续的诸多运作 都有明显的反向安极痕迹 后期的丹尼安吉喜欢囤积手轮签 结果不仅错过了几笔大交易的机会 自己选的新兴成才率也不高 而史蒂文斯为了达成目标 不惜送出手轮签 这也印证了他对自己 运作风格侵略性十足的评价 史蒂文斯聘请了乌杜卡担任主帅 出身马斯系的乌杜卡执教风格严厉 强调防守体系和坚韧 这些特质正是吸引史蒂文斯的原因 在中期交易中 史蒂文斯送出手轮签和手轮互换权 德里克·怀特 2022年塞尔迪克杀入总决赛 证明了史蒂文斯担任总裁 首个赛季的操作是成功的 看上去他们距离对史第18冠 已经很接近 只是命运往往诡异多变 在2022年总决赛中 塞尔迪克遇到了持球投射 极为出色的斯蒂文·库里 休赛期史蒂文斯再次动用手轮签 换来马尔克姆·布罗哥登 这一操作令人惊艳 然而塞尔迪克却遇到了 罕见的主帅违反对归事件 乌杜卡被内部竞赛一年 仓促之先 赛鸟主帅乔马祖拉 被史蒂文斯推上帅位 结果塞尔迪克止步于东部决赛 马祖拉的排兵不振 两度遭到质疑 过于依赖三分 轻视防守的战术理念 以及不当的暂停时机 保受批评 尽管如此 史蒂文斯选择继续新闻马祖拉 在达蒙·斯塔德迈尔等助教离开后 史蒂文斯为马祖拉配齐了 萨姆·卡塞尔和查尔斯里 两位经验丰富的助教 在球员运作方面 史蒂文斯展现了 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 为了让球队攻防更加均衡 增加低位威慑力和篮下保护能力 史蒂文斯在以布罗克登为 主要筹码的第一波交易 球购失败后 不惜加码送出 马库斯·斯马特完成交易 当熊路完成利拉德交易后 塞尔迪克看到了 引进猪获了敌的机会 史蒂文斯再次下重注出手 我们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因为好价才能买到好物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争取冠军 我们为此付出来 两个首轮签和两位优秀球员 但这就是真正的代价 史蒂文斯如此解读 在这支塞尔迪克队身上 你能够清晰感受到夺冠的紧迫感 用杰森塔通部的话来说 如果紧迫感有10个等级 那么塞尔迪克已经达到了10级 他们非常清楚 虽然夺冠的大门已经打开 但在新的劳资协议出台的背景下 这扇门说关闭就会关闭 史蒂文斯表示 我们正在寻求最佳的机会 来帮助球队持续提升 即使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在助力球队持续提升的同时 史蒂文斯也在为未来留下后手 他与布尔金基斯诸霍勒迪提前续约 两人都接受了降薪 这位塞尔迪克留下了更多的资金 由底气留下怀特 并保留了球队的核心阵容 到目前为止 史蒂文斯的一切操作 都在朝向最好的结果 他所信任的马祖拉 已经变得更加成熟 不论是在较暂停的时机 对攻防体系的调整 排名布阵的细节处理 还是对防守的重视 都与去年相比 有了巨大的进步 从史蒂文斯到杰森塔图姆 都对马祖拉赞誉有加 史蒂文斯引进的球员 也都有出色的表现 塞尔迪克在常规赛中 拿下了64胜进攻排名联盟第一 防守排名联盟第三 成功重返总决赛 布尔金吉斯在常规赛 已经展现出了很高的节奏 但季后赛受伤 仅仅打了4场比赛 至今还未复出 幸运的是 布尔金吉斯的恢复进展顺利 加上总决赛前超过 一周的休息时间 预计他会在总决赛中复出 很多人都说 塞尔迪克整个季后赛 都没有遇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但这并非他们能决定的 他们经历过大逆转 也有过决胜时刻的关键球 整支团队在季后赛中 也经受了不少魔力 这是塞尔迪克 五年四进冬决后 三年内第二次杀进总决赛 那苦苦等待了16年的 第18面冠军旗帜 能在今年升起吗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 请订阅给我